環保局經檢員從水溝裡 挖出一坨又一大坨的灰色泥水 但不管怎麼清 泥水數量還真的不少 原本水溝裡清出的應該是淤泥 但仔細看灰色泥水相當乾淨 打開每一個水溝蓋 平均都可以清出15包以上的泥水 不一樣 一看就知道它全都是水泥 它都是很黏稠的 一般污泥不會這樣 你們挖了多少公尺 然後每一個水溝蓋 大概每個都幾包 我們從六河街口一路挖過來 昨天開始挖 每個洞大約都是十包起跳 這個是如果乾掉就很麻煩 這個乾掉我們也沒有辦法處理 變因你排水不涼 水沒辦法排出到那個河那邊 就會造成淹水 金融市議員呂美林道場關心 沿著水溝蓋往上游走 發現距離100公尺的 市政府下水道工程 疑似是禍首 你看 我那個 我那個是會硬掉勒 對他們本來可能是因為現在有水啊 昨天下雨啊 他們本來是怕硬掉 所以他們從昨天開始挖 後來剛好有水 昨天挖得更稠 那現在是因為下過雨了 有水機在這邊還比較好 過濾完之後有沒有 我們再把這土用太空包 剛剛有白色袋子裝起來嘛 然後載到我們 因為我們有那個 申包到那個台北港去 那你看它沉澱完之後那個水上面浮起來 那個是乾淨的水 它不是說像這樣的擬水 對 後續你還在查看 到底是 這個部分我可能要再查看看 在試作過程當中這個部分有沒有 在 譬如說在洗桶子什麼的師傅 把它留下去什麼 我再 經過包商員現場判定 發現水溝內的泥水 和沉澱的泥土相似 市任府公務處前往了解 研判是工程進行推進時 溝壁出現了坍塌破損破的裂縫 導致泥水灌入 目前還要找破裂地點盡快修復 我們早上有過去了解 那這一段的部分 可能是因為我們那個推進 是用泥水解壓方式 那可能是我們那一段的排水溝 可能是有濃縫或濃縫 所以造成那個泥水跑進去 造成流浴跡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去做監視排水溝的狀況 如果排水溝確實有損外的話 這個部分我們會進行修復 那這個不是本工程 故意把那個 污泥的那個排放 故意倒進去排水溝內 我是很慶幸說 環保局啊 因為經常來尋水溝嘛 然後呢 來發現 來發現說 怎麼會有這樣那麼多的汙泥 所以在颱風前的前一天 他趕快來漆 然後又昨天呢 又下了雨 所以今天呢 那個泥水也比較稀釋了 然後 昨天已經挖了100多袋 那今天又挖了100多袋 那當然可能下午還會繼續挖 所以我覺得要趕快來查清楚 到底是誰 這個泥土 到底泥沙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呢 趕快來截流 來阻止 否則的話 這樣下去的話 可能挖不剩挖 我是希望市政府能夠查明 那個泥水到底是從哪裡來 而且要查清楚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所造成的 然後呢 必須要由那個單位來解決 並且呢來領清責任 好在這次軒嵐落颱風來襲 清潔隊員清水溝時 即時發現 否則一旦泥水固化 恐怕就難以處理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